很少有人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是没有当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的打算的。 他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就曾与人商讨过新中国的主席和国家总理人选。 对于让周恩来当国家总理,毛主席和其他人都没有意见。 但对于让自己当新中国主席,毛主席却推辞拒绝。 他认为自己可以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而主席团主席则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 毛主席给出的理由是,宋庆龄完全服从我们党,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币时表是不同意,他说,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主席担任为好。 周恩来也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说,如果毛主席不当主席,人民会不理解。 他在对当前局势分析后又给出了一个理由,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但很可能有被挟持的危险。 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主席应该当总理。 后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都在场的情况下,还是选定了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主席。 当然,宋庆龄虽然没有当上主席,但他当上了新中国的副主席。 本期视频就来聊一聊,毛主席为什么认为宋庆龄有资格当上国家主席。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希望可以点赞转发一下。 很多人知道宋庆龄这个人是因为孙中山和宋美龄,前者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后者则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夫人。 然而显为人知的是,宋庆龄被毛主席和党内人士认可并非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座位。 1957年,毛主席与宋庆龄自苏联归国时同坐一架飞机,毛主席请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 宋庆龄极力推辞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而毛主席则坚持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在这里,毛主席称呼宋庆龄为国母,不是因为她是孙夫人,而是她对革命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尚未逝世的时候,宋庆龄作为孙夫人虽备受关注,但因为人低调,只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逐渐被众多革命人士忽略。 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作为遗生的宋庆龄继承孙中山一致,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 然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伶俐,彼此争权夺利。 孙夫人的称号并不能让宋庆龄协调国民党内部纷争,就连痛斥国民党,欺商会议派,公然违反三民主义原则,都没有更多人支持她。 于是,宋庆龄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三民主义。 在1926年前后,宋庆龄投身妇女解放运动,提出新时代的妇女不只有家庭的责任,更有时代的责任。 在她的号召下,众多妇女纷纷投身革命,参与北伐战争,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出了一份戾气。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 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痛斥两人的行为,乃是公然违背孙中山革命意志,使国民党称为军阀的工具。 随后她宣布,只要国民党一日不负三民主义,那么她便一日不参与国民党新政策的执行。 1932年12月,刚刚回国的宋庆龄听闻,一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议蒋介石外国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徐德恒,在北平被秘密逮捕。 宋庆龄立刻与蔡元培、杨信佛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同盟主席,对徐德恒进行营救。 经过一番努力,徐德恒被释放。 随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和她的民权保障同盟又陆续营救了许多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 如郑太普、罗登贤、廖承志、陈庚、余文化、陈枣英等人。 除了这些人外,宋庆龄还救助了一些支持分子,如著名历史学家后外卢、知名学者马哲明、文学家丁玲等。 宋庆龄不断营救民主人士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他派特务全天候监视宋庆龄的行踪,甚至想要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 1933年因为民权保障同盟杨权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宋庆龄通告媒体发表声明,指责国民党的反动行为。 他的发言让蒋介石极为难堪,他只是戴力要通过制造一场车祸意外将宋庆龄除掉,但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又犹豫起来。 考虑到妻子宋美玲以及宋庆龄在国人中的声望,蒋介石最终放弃了。 1936年5月,沈君如、邹涛粪、李公璞、张乃记、王造石、史良和沙千里七人,因为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就是著名的欺君子事件。 事情发生后,宋庆龄为营救七君子多次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 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宋庆龄于1937年6月发动救国入狱运动。 他对上海新闻界做书面谈话,表示自己准备随时进监狱去。 我们发起了一个救国入狱运动,我们想用一切方法来争取救国无罪。 如果爱国有罪,则我愿同服爱国罪。 国民党政府在宋庆龄带起的舆论压力下,终于在7月31日将七君子无罪释放。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宋庆龄全身心投入抗战中。 他在1938年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积极寻求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如新西兰著名教育家、作家路易爱里所说的, 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 一些华侨也表示,如果不是宋庆龄担任负责人,我们就不讳先来。 宝盟一经成立就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 到1939年6月15日,在宝盟成立的13个月中,收到各国捐款约为8万美元。 手握众多资金的宋庆龄在全面考察了中国的抗战情况后,把资金用在了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延安。 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敌视和恶意宣传,导致中共无法得到更多的外来支持。 八路均因为物资短缺和医疗条件差的原因损失惨重,与中共有联系的宋庆龄在知道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将筹措的资金以物资或其他形式送到延安。 1938年9月,宋庆龄着手筹建国际和平医院,决定将记察记边区五台山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共4所,分别位于陕西延安、山西兰县、河北复平和苏北,并请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这年底,宋庆龄的加盟又为新宿军购买了五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 从1943年到1944年,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等77万4581.3美元。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国际和平医院争取资金。 当然,在全面抗战期间,宋庆龄也时刻关注着百姓的生活状况。 1943年,河南发生严重饥荒,都因为1938年,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决地花园口,造成千里黄饭区,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身在重庆的宋庆龄立刻发起,镇继河南灾民的国际足球异赛所得门票收入12万5530元,会交宝基预灾政绩委员会,专用作镇继河南灾民。 此外,宝盟还募捐5万美元救济河南灾民。 以宋庆龄为首的宝盟在抗战时期,为中国为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亲口对宋庆龄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宁卫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 我无法告诉你,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继续帮助民主人士逃脱国民党的迫害。 1949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呈现败事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暂待国民政府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试图通过进行和平谈判,与中共南北分治。 他在挑选谈判人选时,有人建议请宋庆龄去,可以利用他在全国的威望,让中共忌惮。 李宗仁也觉得是个好主意,便派人到上海见宋庆龄。 宋庆龄虽然身体不适,但仍然接近了国民党来人,两人进行了一个小时以上的交谈。 后来人们得知,宋庆龄在交谈中,婉言拒绝了国民党的请求。 他让来人转达李宗仁,他希望孙总理首创的三民主义真正实现,如此才能保障永久的和平。 随后,李宗仁亲自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试图说服他做国共的调停人。 然而早已明白一切的宋庆龄坚定地站在中共这边。 随着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不断逼近上海,蒋介石也开始为最后的奔逃做准备。 他指挥特务头子毛仁凤,在上海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特务们处理逃跑者和反派者,对于被怀疑赞同和平接管上海的学生, 左派人士、居民和商人进行恐怖镇压,大批逮捕枪杀、驱逐威吓。 宋庆龄也因为之前的一切被时刻威胁逮捕。 此时,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十分担心宋庆龄会被蒋介石强行带走。 然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宋庆龄在这一段时间非常谨慎, 就连别人要为他小小的祝寿庆生都被拒绝。 他说,不要突出任何与我个人有关的事,否则处境将会变得十分为难。 最终在上海解放的时候,宋庆龄安然无恙,周恩来第一时间致函宋庆龄。 精信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涌脱险境,称人民之大喜,私心意味之大卫。 上海解放后,宋庆龄核实北上与建立新中国成为最主要的事情。 当时的宋庆龄已经成为全国各个民主人士的代表。 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拜访宋庆龄,说明来意。 宋庆龄此时重病在身,无法及时北上,只能另选时间。 随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来上海与宋庆龄详台北上时间。 最终两人权衡立毙后,定下了八月底北上,刚好参加九月的政治协商会议。 9月30日这天,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了新政府人员,宋庆龄当选为新中国的副主席。 然而在会议之前,毛主席是要将国家主席让给宋庆龄的, 但与会众人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觉得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才是最合适的。 虽然如此,但在1981年的时候,宋庆龄还是被全国人大授予新中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这个称号不是靠孙夫人的身份得来的,也不是靠如蒋介石所说的被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换来的, 而是凭借宋庆龄对民主革命的执着和对三民主义的坚定推行得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